我使用龜派七公 讓台穀早日上攻 不過今天台積跌倒了 不過中小谷吃飽 大摩這個報告預告 華爾街將狂買台積 真的嗎 還有老AI大復活 真棒啊 美國CPI明天開獎 美在最佳買點 就是現在嗎 還有00940 今天開幕囉 要不要搶買了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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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我是悟空Coco 我哲哲郭總 嘿來看一下 台積跌倒 中小谷吃飽 欸大摩這個報告 預告華爾街將狂買台積 還有老AI大復活了 今天老AI股很多很強 我會串什麼的都很強 美國CPI明天開獎 美在最佳買點 就是現在嗎 還有重點是00940 今天開幕囉 破紀錄了 快600億啊 好誇張喔 半天就快600億啊 半天快600億啊 快搶買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除了這一外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來來來 欸我們今天吃七龍珠 這龍珠嗎 這七個什麼 地瓜球嘛對不對 裡面是包起司 是起司球啊 這哪一家 這是肯德基的 那你的呢 我的在這邊 你在哪邊 啊為什麼你的叫小柯 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比較小柯 你這個人小柯喔 這個是要給陳彥的 陳彥比較小柯 對啊 你現在是找我麻煩 我現在只能吃吐司啊 我已經 欸我已經拉肚子拉三天了 你現在還用油炸東西來吸我 諾諾病毒那個會口沫 口沫傳染喔 我以為你怎麼戴口罩啊 需要嗎 我以為他會從月宮門傳染 我可以講一下 你剛不講 你講之後我這樣有點害怕 他嚇到 對啊 不會啦 我以為你今天是什麼哏 你講外面是大聲 他是真的諾諾病毒啊 我以為他今天是特別什麼哏 他為什麼 他會什麼哭 他會什麼哭音好不好 蛤 這是什麼啊 我開始有點怕了 這個比較小一點 我們要吃一下致敬那個鳥三明啊 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看過那個 七龍珠 所以聽說你都沒看過啊 我沒有看過啊 你沒看過七龍珠 你有看過嗎 七龍珠超好看的 那個龜派七宮欸 你沒看過 欸可是我要說明一下 你們應該沒有去過樂草店對不對 因為樂草店 就叫有龍珠啊 所以我原本以為 你們會拿樂草店的龍珠 那才真正龍珠七顆 就真的七龍珠 嗯哩哩哩不錯喔 但是因為樂草店查過了 時間還沒到 還沒開 那已經很完善了 可是其實是比較像 還是顏色比較像 對 樂草很少這麼大顆 它比較小顆啦 七顆龍珠在一起 可以幹嘛 可以許願 可以許願啦 那你們願望想要許 我要台股上千萬 那我來個世界和平大家健康 好來 甚至福利社點閱率看 可不可以來突破十萬好不好 十萬可以 我們店員的書籤已經十萬了嘛 看點閱率可不可以 固定的 固定十萬 固定十萬好不好 雖然我們已經是蠻熱門的財經節目 還是希望大家來蓬蓬場好不好 希望世界和平 除了這一話 我們來看一下介紹三位分析師 希望他們都來許個願意一下好不好 來第一位 好久不見的姜姜老師 姜老師你好 姜老師你好 等一下我要想要去問一下 今天確定福利社吃這個嗎 嗯 確定 吃這麼傻 你算不好 不錄了 不錄了 真的不錄了 不要拿我 這是我衛生紙 OK 開玩笑 吃吃看 既來吃則安吃 我發現你好像有些衛生紙 我好像沒有用過 就變來賓的衛生紙對不對 楊公先生你的衛生紙啊 就是中等而已 中等喔 不過我今天對那個玉華老師比較那個 要稍微提醒一下 他右邊有諾羅病毒 左邊有流感病毒 真的假的啦 我有點稍微小感吧 流感加諾羅 你有得過嗎 那其實就變綜合病毒啊 對 我好奇我會變什麼 你又會變殭屍 你會變殭屍 殭屍 我也不知道 好 姜珍老師來來來 好 姜珍老師的LINE 注意參考一下好不好 技術派的大師啦好不好 這個福利車技術派的大師 第二位 歡迎楊玉華 楊玉華老師你好 主張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很期待神龍 我一直在剛剛看神龍到底在哪裡 神龍 怎麼沒有神龍 神龍 神龍 許願應該有神龍 他會有一隻龍出來 然後你許願 我剛剛一直在期待福利車會不會有這個梗 有一隻龍飛出來 不是 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剛才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就四播嘛 所以你有什麼願望 有什麼願望 然後我們就 神龍就出現了 那時候你沒看到 你沒看到 然後我們不小心就取完 因為思路嘛 我就想了三個願望 神龍就不見了 不見了 所以你才沒看到 原來是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重新 你是沒看到奇董珠嗎 就不小心人家 隨便先許願望 神龍就不見了 對對對 你們還有梗 所以我剛才不小心 思路的時候已經先 先許了三個願望 對就許掉了 好啦 等明年尾牙 明年尾牙會有神龍 我還介紹你的梗 這是舞龍舞獅吧 我覺得蠻厲害的 好啦吃看看 那我應該先吃什麼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龍族長的 不是不一樣的 先吃大的 先吃大的是不是 好 一口啊 哇 怎麼樣 其實不難吃耶 有龍嗎 蠻有嚼劍的 其實不難吃啊 嗯 好不好吃 嗯 一般般 一般般 我覺得要熱 我覺得要熱比較好吃 欸 這小柯比較好吃 小柯比較好吃 小柯很好吃 小柯很好吃 這樣好吃的話 吃吃看小柯的 什麼啊 小柯的我已經吃完了 吃吃看 無味無窮 吃吃看陳映那一顆 小柯的 大柯還好 他的都給各位老師們了 因為他今天不能吃 嗯 嗯 我那個是 走走起路來 沒有辦法碰到的 尺寸 好啊 好 我會不講理你 那我們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碰到尺寸嗎 為什麼 因為 兩顆碰到 一顆碰不到 嗯 因為沒有跟東西跟他碰 一顆而已啊 好不好 好 最後一句話 小柯比較好吃 我確定 你確定小柯 好 大柯 比較Q啊 對 小柯比較Q 好 玉璃老師的Line 參考一下 他是很老實的 好不好 很多人就喜歡他這一位 好不好 這是玉璃老師 好啊第三位 謝承諺老師你好 老師你好 因為各位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說真的喔 我這個身體這麼不舒服 我還是很認真的來錄影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我還特別交代說 欸老師是醬欸 這個沒有這個 欸你剛好佛儀 你的英文名字叫醬嘛 J-O-H-N嘛 真的喔 你人生就醬 我跟你講以後看到這個就不要再吃了 你說你的英文叫醬喔 不是你啦 你的英文叫醬 我以為你的英文叫醬 我以後看到我就列為拒絕往來 醬 你人生就醬了 好好好 這個醬氣啦 這個這個 這個 但是這個 反正肚子不舒服就吃這個啦 因為這幾天 但是有紫蟹了啦 跟台股一樣 跟台股一樣 紫蟹 我後來想說總是要拿個東西把它塞住嘛 總是會紫蟹啊 要紫蟹找蟹老師 嘿嘿嘿嘿嘿 因為找蟹 紫蟹 要紫蟹找蟹 也是找蟹老師 聽起來好像蟹不停一樣 蟹不停是一個藥物 聽說你最喜歡的偶像是蟹霆風嘛 他有一個 蟹了又停又疯了 嘿沒事 好好好老師的line 好冷喔 好冷喔 怎麼辦我們今天都很冷欸 所以老師你今天你都沒有附養我 你沒有附養你 那變我們今天情 我們今天整個氣氛很冷欸 對啊 你現在是需要一下啦 好不好 勃勃一點 好不好 講辦法 想辦法 看起來很差喔 對阿 沒關係那你就給他 龜派氣空 哇 好不好構置一下 好不好 龜派氣空之後他就掛了 掛了 是不是會掛掉是不是 龜派氣空是不是 龜派氣空是 saddle 他就直接退場 你到底有沒有看漫畫 他是絕招你知道 耶 龜派氣空一打 就直接退場耶 哦 等一下 這什麼年代的啦 我沒有演過 嘿今天這頭髮不錯 我很喜歡 好不好 噢 欸 結果你今天沒有辦龜仙人 背那個規格 你比較適合欸 欸 對啊 他總沒有幫我弄啊 你就可以試機就可以摸他了 欸 不是啊 我覺得你今天應該幫我辦龜仙人 對啊 你怎麼也給他辦一下 因為我已經幫他想好他要辦下次辦什麼 那個 這個作者不是還有另外一部戲嗎 叫做《機器人魚怪博士》 欸 怪博士也不錯 怪博士還好啦 還好啦 我覺得龜仙人比較好看 龜仙人 好 下次給他辦龜仙人 好的 龜仙人 對啊 好不好 好 龜仙人嘛 那個老公公嘛 對 簡稱龜仙人公公 簡稱龜公嘛 龜公 對不對 大家好 我是龜公 好不好 欸 講什麼 台股要擅長龜公於你啊 龜公於你 欸 這不錯欸 這不錯好不好 好不好 下次 你會幫你嘗嘗節目的吻的啊 大家好 我是龜仙人 台股擅長就 提早一點見好不好 好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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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這個冷笑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來來來來 大同步老師 大同步老師 大同步來了 是那個你剛才我們講的相關 都完全不想擦 對啊 這個覺得太冷了對不對 還好啦 對 偶爾有那個冷到最高點的時候 要稍微趨緩一下 難怪最近三月的天氣 大概是這十年來最冷的 真的 以前三月到日子很多啊 我們講春天後母星 對啊 真的啊 真的 根本就一直 根本就沒有變好過啊 好冷喔 是好了 網路上有一個圖 就是LINE的那個船的圖說 有別的國家的溫度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們台灣也是這樣子 讚讚讚讚 然後就有人中標了 對 是 我離你遠一點 來看一下 小感冒 OK今天帶來 龜派氣功 哇 根本不是這樣子 病毒退雨傘 這樣子不是 憲基礎是看龜派氣功的是不是 夠了 OK好我們今天帶來 目前市場上應該是 最關心的CPI 然後CPI公佈之後 還有那個FOMC 他們之后會後 對於未來CPI的預測 我想會對接下來的行情 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今天特別跟各位講 這個CPI即將要開講 他的状况如何 另外还有美在最大买点是不是到了 现在很多很多特别是法人机构 几乎是清理社采取这样一个赞同的声音 也跟各位做个分享 然后先来看这个CPI 因为就业的数据确实一好一坏了 我们原本说希望他市场预期的非农人口 尽量少一点 利多对降息会比较有帮助 实际上看出来是实际值是27.5 是比市场预期的稍微高了一些些 不过另外还好的说 美国的2月失业率比预期稍微高一点点 我们看这个注解 失业率意外攀升了 创下两年的新高 市场解读 就业市场出现降温 有利于联准会今年稍后的降息行程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很多除了鲍尔之外 我们看这个克里芙兰的联储主席也说了 今年晚些时候降息 那预计经济将保值相当的稳固 可以渐进式的方式降息了 我们不管是从鲍尔的解读 或者说从这个克里芙兰的联储主席 甚至纽约的联储主席也说了 通膨预期已经大幅度的下降 预计今年可以下调利率目标 还没有给的很明确 目前原本市场去年底的时候预期是今年三月 现在是可能猜测最快是六月 虽然是迟到但是一定会到 所以目前市场上对今年很大很大一个 对很大的机率的这个效果 迟到了降息的时间稍微迟到了 但是一定会来 老师我再确定的是 反正大家现在最大公约数最大的认同就是说 就是今年会降息 一定会降息 肯定会降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数字 明天的这个CPI 可能要马上会让市场有个声音去导引 是不是到六月了 那先看一下那个CPI一定影响美国公债 先把美国公债的殖利率来看一下 美国公债的殖利率 这个真的是 看起来最近有做个头了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做个头代表股 代表美债拉上去的嘛 对 债券的殖利率跟债券价格成反比 对 晚下代表债券价格晚上 是 我们看底下的注解 这个银行也出生了 美债的长期买点到 中心银行说 降息循环确立市场预期之旅 长期的下息的这个趋势 长天期的债券表现乐观 那特别特别是国泰四华银行 因为他们贝斯也蛮大的 预期连准会下季开始降息 下季 然后呢可把握高利率 这个循环的尾声呢 只要利率一回升就可以加码这个债券 从这边通常我们讲这个 美债我们还要去看什么 它的这个 存续期间 期间 对 Nuration 对你目前来看的话 只要这个 这个 降一码的 前一 利率往下降的同时呢 美债有可能会涨17% 如果是降 如果存续期间是17年的话 如果是17年 利率降1%的话 美债就会涨17% 如果是降2%的话 会涨34% 所以目前市场上对这个美债 为什么这么多年去申购 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是对于未来的这个 这个 期待 我们特别跟我讲这个降息的这个 效果 我已经重复讲了好几次 今年已经确定会降息 没有降息之前 就是未实现的利多 都是利多 那你不要等到 降息两次以后 实现之后的利多才去做抢劲 那个时间可能就太晚了 我们认为 要投资就要趁现在 及早为之了 老师那明天晚上8点半 CPI公布 是 听说你的独家看法 对 老师 独家看法的时候 不好意思画面一下 你刚才好帅气 真的耶 不错 对 真的 我每次扮男装好像都特别淘气 对啊 我觉得你 蛮适合当男生 其实也不违和啊 怎么说 因为他都都是 拼的吗 什么东西 我也听不太清楚 不要再逼我 我什么都没讲了 不要逼我 有逼吗 有逼吗 逼 我没有装电池 所以没办法 我想说他没有放大 我没有 没有放大 他又没有装电池 我 陈彦老师今天接不到我 我可以暗示他 有逼吗 他那个 代表那个落罗病毒 我的形象 已经完全的调整了 所以请不要再把我诱导往 那一个方向 好吗 我是怕你接不下我 每次都怪我 说往那个方向 我现在修正回来 你又把我拉回去 到底是谁的错 我记得你还是往那个方向一点点 抓到了 对 观众比较喜欢 对观众比较喜欢 来看一下 OK 我们看到我们福利社 跟会独家做预测 美国的CPI 我们看这个右边 CPI可能会走 持平的这个方式 那重点是 因为我们看到 1月的CPI是 跌破眼镜 报 稍微比预期的高很多 所以说1月份已经有反应过一次 有大震荡的一次 目前看起来2月份假设如果持平的话 就算是持平我们认为 对股市的这个 负面 利空的冲击也不会太大 如果是比 市场稍微预期好一点点 搞不好有一个网上冲的这个力道 大家可以有所期待的 我们以这个各个的细项来看的话 因为 这个如果是跟上个月做比较 他确实是做这个月增 不管是房屋 房租跟房价 还是能源的这个部分 都是 都是呈现一个小增 看右上角这个细项是 这个食品的部分都是月增 不过我们看CPI是 看的是年增 所以是跟去年的 月增好像都增加一点点 对月增增加一点点 跟去年比的话我们目前看起来是 持平的 机会稍微大一些些 那市场也是 预期 跟一月份差不多 13.1左右 那我们目前就要去 来做一个推估了 我们认为 万一他是明天开奖 出来的数字是13.3以上 这个 这个就会事情有点大调 会 会让市场认为有点 稍微震撼的这个情况 因为 可能 我们讲说 可能迟到但是不会不到的降息 每笔时辰 会往后再遞延一些 对 因为 我懂了 因为就3点多 怕会不会变4的 对 因为他说终极目标还是往2 靠近 因为靠近2的时候 就几乎堵定要降息 对 OK 1963年缺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图 OK 1963年缺口在这个地方 通常缺口就是 我们讲的缺口不补 然后多头就不会死掉 可能补 补了又知道是下去 还要再看一下 对 万一他 万一他补了之后 回撤了之后再突破之后 他还是重新转强 所以这缺口通常在 多头的 会提供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的这个效果的效率 我直接这样讲 是 这个 过完年跳过缺口完全没补 有够大 所以说 这个完全没有补以后 就喷出去了 多头的缺口 只要没有做回补 你可以 100%的放心的意识 对 所以缺口很大 是 那个N点的缺口蛮大 可是本来是这边 不要越来越大 你会变喇叭了 好不好 是 好好 开玩笑 OK 好我们再回回过头来说 好然后 假设说目前 跟市场预期的一样 3.1 左右的话 不管是3 还是3.2 我们可能认为 一样这个缺口很重要 缺口没有补 多头的缺口很重要 提供很大的支撑 缺口不补 多头就不会死掉 那有可能在19630 跟2020 之间来做一个震荡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如果这个 二月的CPI 也 超乎市场的预期 让我们看到 3以下的数字呢 我们认为台北股市 不只是2万点会站上 会成功站稳 可能会往2万0800点来做挑战 给各位看一个技术面積的形态 我们看一下 之前的 万九 万九我们曾经有6次 闯冠没有成功 对不对 那通常整座工法都需要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震荡 那上礼拜 万九划一条线 万九是之前吗 对 之前 这个是稍微带过就好 因为 是月线图 没关系 OK 我们今天各位分享说我那个2万0800点是怎么退估来的 OK我们看这个 这是月线图 对我们看这个852223 再帮我收小一点 你看这8523 2020年 这是月K线 如果我们以长线大五波的话 这是第1大波 这是第2大波的修正 然后现在是什么 第3大波的循环 就是主身段的循环里面 好那在主身段里面我们就把它做切割 主身段主身浪不是有个3-1 2-3-5吗 这个它是画出来继续画 这继续画 这是我们把细部分解 我刚刚有跟他讲过 这是3-1 这边其实这整个都是 3-1 然后是3-2的回档 然后这是3 目前是3-3的轨道当中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 通常 主身段的浪潮 要比出身段大 比如说 这是12629涨到17 17463 总共涨了4800点 如果这是 出身浪的话 现在低点 起涨点在 15975点 主身浪 至少要涨 4834点 从15975加4834 等于2080多 因为20809 这一波 3-3的主身浪 他的最基础的满足点 一定要突破20809 才会满足这个波形 然后如果我们 如果把远见 再放远一点点的话呢 这假设来到20809之间 之后是不是会有个第四波回档 回档之后还有个3-5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最近 市场上 大家对台积电的喷出 有一种声音说 就是有史以来 最 长的 最 最狂的一个多头 我认为用这个波浪 来做推估的话 是完全符合的 而且你再把时间 拉回到 这个甚至明年跟后年 就算第3波 主身 主身浪 结束之后未来是否第4波回档 还有个第5大波 邪恶 所以我们说这个行情其实 时间放很远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这行情会 随AI的 在市场在发酵 我们会 认为这个 特别是今年下半年 利多发酵的这个时程 来到的时候呢 持续的很多利多发酵 不用担心 认为今年下半年 应该会 蛮 有更狂的一个多头可以期待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这期老师大盘的走势 那我们来顺便看一下 刚才原本的 那个 那我想问一下陈寅老师 你来讲一下 你对这大盘看法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身体不舒服吗 算了 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以我的敬业的精神 我虽然已经 这个拉肚子拉了三天 而且没有人想知道 你要不要连味道都要讲出来 味道是不好闻 不用不用 而且那个上完厕所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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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继续 你知道那个 这个水很多的时候 OK 这你理解吗 我不理解 我不想知道 结果我觉得这一次 包尔为什么在CPI公布之前 他去这个 听证会的时候 你看他讲的说辞 你没有发现他比 过去在 暗示这个降息这个比过去讲的 更清楚 所以我认为其实他应该已经有掌握 整个CPI整体的一个数据 然后他看完以后他去听证会 那等到这个CPI真的公布出来 确实也不错 刚好 符合他说要降息的这个节奏 所以我 大胆的认为2.9以下 挑战20800 2.9以下 这个我来宾在讲的时候主持人可以不要玩那个指挥棒 感觉来宾没有被尊重到 刚才导播应该take一下看看他怎么玩的 而且他完全在那边 我在想啊 对不对 看我也很尴尬 因为我太早结束你接不回来 所以我刚才有稍微拖一点时间 等你那个棒子转回来的时候我才丢回去 反正预估是3.1 你觉得有机会2.9 我觉得有机会2.9 好不好 是 那育华老师怎么看这个大盘行 基本上大盘现在已经是偏多操作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 其实现在这种盘就不要预设太多的立场去做操作 因为他很明显趋势就多 那我 我知道其实大家现在最近很常讲一件泡沫事情 我就 再把我个那个简单看盘小秘诀跟各位分享 只要那条季线还没有销完之前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反正逢拉回就是偏多操作 赚保赚满为止 给大家做参考 好老师 谢谢老师 赚好赚满 是 今天外资呢 卖超的金额跟陈彦老师有点关系 北七啊 不是 霸气 我懂 我就懂你了解我霸气 霸气 好来 卖八十七 我怎么知道外资这个人就是卖八七 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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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期货勒 好 期货老师 期货口数 现在来到差不多 八千 六千五百 今天跟先我一样是同步卖超 会不会怎么样 会紧张 我认为是不会紧张 我们跟各位做个补充 老婆给我XQ的OTC 给各位打强心针 台积电喷出之后 OTC是上礼拜出出现垃圾盘 很多粉丝会担心 跟卫收不用担心 为什么 我们来看 上礼拜四是不是建高点 量创新高 多头市场量价不会同步到顶 我们跟各位做证明 请把 老婆这个XQ把我做这个缩小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月份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这跟量价同步创新高 后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黑 没错 黑出来之后 后面还是创高就说 同步不会 量价不会同步到顶 所以上礼拜五的高点 未来一定会不会会做突破 所以台积电只是先帮大家稳定住这个多头的军心 未来中小型 这个股票我们认为还是会做这个接棒的这个动作 谢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看下去 除了这一万 是 今晚只要跟ETF有关 都会涨 真的 越来越夯 比特币也是靠ETF 对 好我们看到这个只要跟ETF 有关系 是不是就开始涨了 比特币再创利率新高 从之前过了6万之后 现在到了7万美金 市场开始会喊的声音有到10万的 有到11万的 甚至对冲基金也开始改口说 他要就去做这个买进这个 这个 比特币 目前看起来是空军是一个 产赔的这个状态 空投不死 多投就不止 目前看起来 到70 170 我们看右边的这个 这个 图卡 有没有 比特币 投资票未来两个 两个利多 这个是 目前看起来是蛮确认的 比特币冲上10万美元 真的是不是梦吗 跟各位讲 供给跟需求了 利多依 比特币ETF的发行 因为 这个发行之后呢带动2000 亿的台币的 2700亿的 这个资金 流入比特币市场 这个 目前 看起来 需求变大 需求变大了 供给呢 重点是供给 那个在 比特币 奖励减半 目前看起来在4月22号 4月22号以后呢供给会开始做 责办的这个情况 你看哦整个市场比特币的供需 供给 是起来的需求是往下降的 对他的一个 未来价格一定是有个 同步的也是double的一个 推升的这个效果 所以目前看起来 市场对比特币的期待 目前看起来是多投 持续的进行当中了 好 谢谢老师 看过去的比特币减半的 这个时间 期间涨幅 都是正向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 有所期待了 好老师 期待 期待一下 期待 老师我对ETEO非常的期待 老师你觉得我们现在如果 要嵌入比特币概念股 还来得及吗 会不会追高了 对 对 老师这个问题叫废话啦 我们直接看一下 下面的股票 下面的股票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同事们你看这个技价 技价前波第一波 有没有我们看底下的MACD比较准 有没有 快线 都跟柱状体 零轴之上 有绿的翻红是不是不断起涨 好起涨第一波之后呢 股价创高是不是拉回 可是我们讲 背离 有没有 他股价创新高 指标同步创新高 没有背离 没有尘头 所以目前是中断的修正 目前 快线在零轴之上 对不对 等什么 等他柱状体 由绿翻红那一天 就是第二波的买点 我们认为 整理的时间够久 累积能量够大 下一次他翻红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做留意了 这是技价 好技价就是比特币概念股 OK 刚才coco讲的 来不来得及 就切入这种股票 还来得及吗 还得及 好老师来 清云 我们看这个清云 股价平步清云 对这个清云 这个底型非常非常漂亮 之前有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之后呢 MACD同步的翻多 然后长均线 月线季线 现在缓腰差 投资朋友 季线跟月线月季线缓腰差 代表什么 20到60天以内的趋势 他很难做扭转 所以未来 只要这两条线没有做跌破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 波段 这个起飞在开始 各位可以好好的留意了 不是我要臭眉 应该说不是你要臭眉 老师你上次讲的清云没有 刚好在 在三月的第一天 对 这边的画面多漂亮 这画面多漂亮 这个画面 本来那个画面很和谐 你看 不好看 不用他 不用他 你看你这样一挡 清云真的喷出去了 麻烦那个导播后制的时候 把那个主持人 直接把 就是把 把呈现那段删掉 清云那时候借到多少钱 57块9 现在转了快30%了 28% 对 来到7字头了 是 我们目前看起来波形还蛮不错的 波形还不错嘛 所以股价走势 是 老师你看我手真大 刚好遮住这个脸 太好了 曾老师有看到没有 打脸是吧 没有啦 没有打脸 还要空中配合 对 够了 好好 打打打 这样 动一下动一下 不错不错的感觉 不错小编不错 是 应该往那边狠狠的塞下去 然后那个 螢幕直接往那边飞 好好好 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效果 好不好 好 所以老师谢谢你 谢谢 告诉我们清云 介绍 所以清云这样还能买就对 是不是 以目前看起来是波形才刚刚起来 波形才刚刚起来 好 谢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情况 所以 比特币看起来好像蛮热的 很热 嘉嘉老师的LINE WIN 58899 要不要加 大家随意 然后你可以把我们手机拿直的 或者是 点标题 如果是看电脑的话 点标题就可以了 点标题 老师的LINE 连结就会出现了 就会连结就直接加了 三个都可以加 对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个单元 热门股ETF 该选谁 00919 00687b 好热门喔 这样的老师一起讲一下 嘉嘉老师你好 对今天还是跟各位 讲两档 热门的ETF 特别是00919的 第一档 他是从2022年10月20号开始上市 然后由15块发行 到目前为止来到上周的价格 是25.95 平均每年都还有年化10%的报酬率 目前市场上的报酬率是很稳定的 今年以来也有了16.5%的一个 这个非常出色的涨幅了 重点是00919它具有什么 所谓的平准金的机制 让所有ETF所领到的高额的现金股利 不会因为未来的 升购人数增加 而被那个 获利而被 这个稀释掉 这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设计了 那整个100%还有100%的填息的几率 还有对这个不错的资本利的 所谓的 习利双收的背景之下 目前升购的人数是非常之大 那整个现行的话都是 大多头排列 所以目前看起来 多头既然我们认为未来2万点能够站上的话 我想这个行情会持续的发展下去 第二档是最近也是更夯的 00687 国泰20年的美债 我们讲 这个美债的这个部分 几乎是这个无风险的投资 而且对于今年 这个100%会降息 只是降息的时间 这个稍微迟缓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讲没有实现的利多就是利多 你不要等到未来真的降息两次以后 才续做追高 认为目前 这个时间上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投资这个价格 特别是刚刚各位讲的 我们去 特别去看那个数字了 截至2月26号为止 这个00687B 这国泰这个美债20年的 基金的平准的有效存续期间是17年 就是说 只要利率降1% 他的未来会涨17% 如果利率降2% 他的未来波段涨幅就有 期待值就有34% 所以目前看起来 是很多资金 开始做申购 目前看起来人数已经来到了 2月23号人数有 16.7万人 所以这是市场很规模的 具有极具指标性 其实对这个 长线投资而言 目前底部才刚完成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漂亮 这样可以留意的这个价格的区间的 好 这个国泰20年美债 我们再看一下919好了 是 919这个量今天也是爆超大量 动辄到很夸张 28万 28万 这很夸张 三级万 像台湾最热门 就是919 已经 我们福利社已经跟大家报告 已经赢929了 929赢了 对 就加下一句话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抢 抢不如 抢不到 好吃不如新鲜 对啊 是不是你看 这些话他每天告诉我 好不好 每天告诉你 没有 不是你打LINE的时候 一直跟我讲这些东西 有没有证据吗 解图吗 然后讲一讲他就会说 我要下地下室了 先不讲 他就这样 余娥老师会笑 余娥老师也有站过 特别有感觉 后面在巴我 后面讲到就欲巴不能 好 嗨 老师你好 今天介绍两档股票 第一档是6274台药 因为其实今天来说的话 整体的 那个市场的氛围跟上礼拜比起来稍微好一点 因为今天台积店休息 其实很多的中小型股 没有像上中那么弱势 那以台药来看 今天特别帮他挑选出来就是 其实他目前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说 还在时日线附近的股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药的基本面 台药是做了西街路同伯基板的族群 今年 受惠整个AI伺服器的成长 其实西街路同伯基板的使用量 比传统伺服器 预计再增加5到7倍使用量 那以目前整体来说的话 他的单价比较高 所以说他毛利率也会比较高 虽然说你可以看到二月的营收是 11.8亿 月减20.7% 年减5.5% 但是你把整个一二月拿起来一起看 还是属于年征的状况 那目前 普遍法人预期 今年的状况会跟去年一样 呈现逐继成长的态势 所以 目前外资的各大报告大家估下来 去年是赚3.05块 今年预估是7块 成长幅度超过一倍 所以这档股票基本面是非常的扎实 那加上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你会发现 前两天在礼拜四的时候创了新高 那一天是差一档 差一档就涨金 那因为这两天的 上礼拜四礼拜五中小型股稍微弱 资金被台积键吸走 那反而类似这样的股票 创高拉回 那现在就是我一直教各位的 回到十字线附近 非常适合做布局的一档标记 给投资朋友做参考 这是台奥的部分 十字线注意一下 十字线 好 好第二档股票我们来看一下238的广达 那他是AI伺服器的供应链 也是灰达供应链 那去年啊 状况大家可能对他蛮多期待 是因为他是 主要的原因啊 他出货上有点不顺 所以一月份营收是越减 可是你看一下二月营收 工作坚固比较少 他已经整个翻转过来 二月营收842.93亿元 月增15.5% 年增1.1 所以从这个状况来看 其实 缺货啊 因为 之前啊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也说过 其实订单是接不完 那最主要核心是那个 GPU的缺货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 GPU的缺货已经慢慢有缓解 所以慢慢反应在营收 所以以目前来看啊 其实广达今年的 预计啊 其实上一次公司就有说过 预计今年的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更多 那从二月份这个小小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其实已经慢慢在贡献 那加上其实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个重点 目前股价刚好也在十字线附近 所以反而这个时间点啊 如果有一些股票在相对高的位阶 不可以敢去进场 反而这个时间点非常适合切入 广达类似这样现行的股票 非常的安全 给投资朋友做参考 好广达也是不错 也是老AI 现在都起起起起 广达也超过20倍本益比了 说话说话台积电 20倍以上会很难嘛 是不是好我们来请教第3位 分音师 谢成也 古怪教授 是是是我们今天来讲 食门活鱼啊 一鱼四吃啊 四吃啊 像华通呢 他们三吃还是四吃 又四吃啊 蛤 四吃啊 不是 一、二、三、四 他可以四吃 因为他做这个HDI版 哪四吃来我们来数一下 第1个 低轨卫星 第2个AI手机 折叠手机 第3个 那个CPU 然后第4个 哈哈 可以数了哪几个 所以一三吃啦 是不是 低轨卫星 AI伺服器 细光值 折叠手机 这个是不是 適次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 最近整理过 你看台股在鞭的时候 它的跌幅都不大 就温和 的修正 然后呢这个 股价重新回升起来 而且 可以 切一下 我不知道 今天的 投信看得到吗 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 也看到投信的這個資金 今天第一天進場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從產業的角度以及 技術面的一個走法來講我覺得這個時間點還蠻漂亮的 這個也鼓勵大家 盡量找這種可以一魚多吃的這種 題材性的股票 我就滑通的股票我讓我覺得就通膨厲害 我還記得2000年的時候20062005的時候 滑通股價都10塊錢左右而已啊 現在股票哪一個沒有漲個5倍6倍7倍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要一直講說漲很多倍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從 獲利的角度去看產業成長的一個幅度 我知道你不要吐槽我歷史說通膨有時候也是一種 現象 股價也是現象 我幫你跑末市場股票你居然吐槽我 對啊對啊我沒有吐槽你啊我說你講的是對 你聽不出來我剛才是在講你是對的嗎 你可以不要再逼我嗎 我明明剛才是在支持你為什麼又說我吐槽你 OK有逼嗎沒有逼 來這個笑話現在隔了20分鐘來講 他剛才謝謝你這樣你都不用提醒他 他剛才在這裡再謝謝你 結果你就隔了20分鐘 我說你要是講說你有逼我嗎沒有逼嗎 我的意思是這樣 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鴻海好不好鴻海 大牛很久沒有動了 那這次大牛 動起來了 那實際上幫我切一下外資 今天外資買超第三名就這一個 他買超 1.6萬張喔 所以你會發現說 鴻海因為接下來幾號3月14號法說就這個禮拜四 是不是外資又開始卡位了 因為 現階段來講當然你說伺服器這個我覺得老掉重彈了不用再講說伺服器 市占率最高啊為什麼都沒有受惠 然後電動車最近整體試況我覺得也沒有那麼理想的情況下 我覺得重點是在蘋果的手機 所以到時候 法說會的重點會不會釋放出一個 大家所沒有想到的 一個手機方面的一個大力多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觀察 好不好 我還要繼續講因為他在玩手機啊 我到底是要繼續講還是等下玩手機回來呢 謝謝你啦 我本來多給你講話了 是 一直抱怨 對啊 他剛才說 單主持人辛苦 我真的覺得你好辛苦 今天覺得我很混 我跟你講喔 我 我基本上是希望你回來 這樣我們比較輕鬆一點 對不對 你主持這麼好 大家這麼支持你 你一回來收視率就特別高 謝謝你是不是 哎呀我們主持其實 不是 他是他如果說 哲哲我錄了兩次以後發現真的有夠勒 真的很好 下次再找你啦好不好 好能量 好不好 這不用這個啦 我講實在話 哲哲主持這樣 大家都知道其實不容易 不容易 我覺得應該所有來賓都輪一遍 大家就知道我們的辛苦了 對對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對對對 好不好 下次玉華 好不好 玉華 你小高的畫面 會不會那天很冷 點綠爆滴 沒有 不要有壓力 沒關係每個人有試一次 每個人有試一次 每個人可以試一次嘛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國外教授的IH 小老鼠GP520 或者是直接點我們標題 就有連結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個留言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你比他高勒 你看一下 來來來 你怎麼了 不要激動 你比他高 看到 嘿 嘿 人家比你高耶 真的耶 沒有啦 我頭髮很高 你想說我是以頭髮 最高為助你的分析師 輸我了啦 結果我今天竟然輸你了算 對啊 不會比超級賽 你這個髮型好像也不錯 你知道中國第一個 超級賽亞人是誰嗎 是誰 是誰 是那個 岳飛怒法通關平難處 沒聽過這個 沒有好嗎 我只認識超級賽亞人 我講個笑話 真的 好 可是因為 每次當主持人 實際上財經太無聊了 好不好 其實當主持人 我不得不說你的反應 其實還太快 謝謝你 我讓那個神農那個梗 都接得起來 算力 真的很厲害 謝謝 來我們繼續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我重點我們比較佩服分析師的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跟各位分享 華爾街要將狂買台積電 如果說這件事情確定 其實跟目前看起來已經 台積電的那個 股價一直創高 已經看得出來 那現在我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如果後面有更多資金進來 那台積電如果一直往上漲 那台股不是也準備要無法無天 這是第一個要跟他分享的意義 AI是不是大復活了 第二個就是老AI大復活 還有加上00940今天開幕 該買什麼 500終於 今天就快600億了 我覺得超誇張超慘 陳妍老師 畢竟你是那個 業配之王啊 哈哈 再五就500億 那可以多少億啊 你覺得他可以多少億啊 今天快600億了 1000喔 我覺得應該1000沒有問題 甚至因為 元大本身他募集 ETF的 能力強 大家想到ETF 想到元大去了 這第一個啦 第二個他的券商的通路太多了 他那個客戶全部 而且第一天就快600億 大家會覺得 有這麼好嗎 我要買 賞戶是 台灣賞戶是跟風的 你知道嗎 所以就1000億喔 而且因為他10塊錢啊 你不覺得10塊就是便宜嗎 10塊啊 很多人都是講這個 這個說服不了我 當然因為你是理性的嘛 但是很多 投資人他可能就是 10塊 便宜喔 對不對 那怎樣能說服得了你 能說服得了你 哪一樣 10塊跟1000塊都是一樣的意義啊 我就是 我投入金額多少 去除以他的 價錢 就變股數而已啊 可是賞戶就喜歡這一套 所以那時候陳妍老師 這人不得不說 他真的業配之王 他真的說 00939940 他說940會贏 啊因為他說940就10塊錢 對啊 他這下都15塊錢 永遠走在最前面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業配之王 以後會不會全部 新的一貼物全部都10塊錢 他就把它設計成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你看吧 有了越配募得很好 接下來不就越配 對啊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10塊可以募那麼多 後面就會有 10塊 對啊 你講的沒錯 你真的是業配之王 真的真的 對啊 對啊我開始用什麼周周配啊 來個周周配然後5塊錢的 然後 他就放一碗周 然後你看 我們周周配 有沒有 扯太遠 周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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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5塊錢 我跟你講那個馬上 目擊散事 馬上 5千億 再爆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第一個跟各位分享 微軟啊 將推 AIPC 因為微軟啊 接下來在美國時間3月21日 將舉行春季發表會 傳出將公佈多項的AI的新的業務 為今年的 秋季要公佈的Windows11的作業系統更新 先做軟生 那這次微軟將發佈首批支援Windows11內建諸多AI功能的AIPC Service Port 10系列和Service Report 6系列 市長認為相關AIPC的族群有望受歡迎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這個相關的一些規格 第一個 Service Port 10系列 它上市的月份2024年4月是先 Intel版 然後2024年6月是高通 就是它那個核心的GPU有分成Intel的 NPU這邊有寫 然後還有高通版的NPU 那其實相關的功能這邊跟各位寫 包含AI即時的探索機編輯 還有即時的字幕與翻譯 OLED螢幕 廣角攝影機等等一些相關的功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在 筆電的部分 Service Service Port 106系列 它其實也是分成兩個版本 第一個就是 Intel版本的 4月份上市 第二個就是6月會上市的高通版本 那 處理器的類型也是NPU 那包含 相關的一些功能有AI的探索機編輯 即時的字幕與翻譯 還有觸控面板等等 那這兩個新品其實最主要 我講一句實在話 因為這個其實都是 大家聽不懂啦 其實我剛剛最主要就是為 幫各位做一個結論 就是AI PC 接下來未來的主軸 可是我跟AI他們所編解很重要喔 對 其實這個一定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 這個後製了 公司後製 可能現在不只 我們現在這邊要求 可能現在很多公司要求 你有一些做後製 你一定要怎麼樣 自製的死地而後生 或者你美術人員 你一定要你自己要生一個字幕 比如說看起來 陳彥很開心 然後 散戶在哭 然後陳彥很開心 然後很奸詐的感覺 他可能 敘述一下就可以做出這個字卡 做這個圖片 我不太懂 主持人你在 舉例的時候 為什麼要這種比較 把我本性說出來 這樣對我 不會有什麼正面的幫助 好 散戶很開心 然後擁戴你的感覺 對 然後 然後那個 然後AI 結果還是奸詐的笑了 沒有AI熱圖 AI說沒有這件事存在 說不出來 因為AI說這個違反 這個他所知道的資料 對對對 沒有啦 就是可以伸出這個圖 比如叫你說什麼東西 你看AI探索以及 編輯 即時字幕與翻譯 這非常棒 所以發現 字幕難怪你那時候 那個時候 馬斯克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以後第一個失業的是誰 翻譯人員 翻譯人員 其實像 AIPIN 新的商品也是 他可以即時講話 即時翻譯文字 就那個 別在胸前 所以其實現在蠻多的新的科技 其實 結合AI相關的功能 會讓我們的生活更方便 但是我其實建議各位 這個都是未來的趨勢 只是看我們如何去使用這些科技的產品 陳諺說他第一個要訂購啦 他說他一直想要去歐洲把妹 剛好靠這個 剛好 剛好 我就可以 請他幫我做一個影片有沒有 然後幫我Key在裡面 然後我就 在很多歐洲妹裡面 你這個扯遠的 好不好 AI 不是可以做到重點天嗎 我講是 AIPIN 你可以即時翻譯 你可以搭三 想A不要辭到B 我跑太遠了 對 好 反正簡單來說就是 接下來的經驗相關人的趨勢 大家一定要先了解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跟各位提到 我們福利社上禮拜也有講到了 醫生老師大家都知道 對不起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可以不要插話嗎 不是不是我真的想到一個問題 像 因為 歐洲很多天庭 那那個要翻譯 AIPIN 要別在哪裡 你不是毛比較多 就別在你的毛上嗎 用手拿著 用手拿著 用手拿 你不是有手毛嗎 別在你的毛上就好啦 是 是不是就好啦 這好奇怪的煩惱 問題那麼多 都是你 都是你的毛 突然想到 不要插我們的話 對啊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家比較在意的台積電 大摩出報告挺台積 AI的ETF也將封買台積電 大摩的 最新報告怎麼說 大摩最新報告指出 越來越多美國人投資 是將台積電視為AI成長的關係企業 那因此帶動資金流入台積電 那市場原本其實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去年8月這個賣股 最主要就是擔心地緣政治的風險 但是其實他以目前來說 海外擴廠包含日本廠 史上最快速度 加上美國廠等等 其實這個相關的地緣政治風險 已經有慢慢降機的跡象 而且老師 這邊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越來越多美國人投資 將台積電視為AI成長的 關鍵企業 老師他這句話就是說 其實現在很多是台積電 跟ADI去帶動了 所以 那時候福利社有提到說 整個夜盤的走勢 有時候比白天的 台積電走勢還兇猛 其實很明顯 其實大家你去如果看美股之後 美股其實那些相關的AI股的走勢 不管是台積電的ADI 甚至像輝達 甚至美超維跟AMD 其實股價都會創新高 雖然說上禮拜五是創歷史新高拉回 可是創新高拉回 這是 多頭格局底下正常的表現 那台股其實這方面 其實很明顯發現 就是落後人家一拍 所以你會發現 台積電ADI已經先漲上去了 台積電 本土的台積電才開始跟上 這個就是大家現在可以去 掌握著商機 因為很明顯 台股就是落後美股一拍 那接下來會慢慢的再補上去 這是大家可以先留意一個現象 好啊 希望能像輝達一樣 漲個六倍啊 不要太多了 閃一倍就好 好不好 老師那大摩認為 目標價多少 目前目標價給他850塊 那最主要是因為預期AI整體營收佔比 將從去年的6% 大幅提升至15% 那大摩認為在樂觀的情境下 EUV的技術突破 電晶體的成本下降 目標有機會上看1080元 那我們看一下 美股的相關的AIETF也封台積電 根據統計 近一週的AI與半導體相關ETF 近流入的資金 高達96.6億美元 月台幣 難怪AI股就拉起來 一週喔 3040億 一週 一週3000億 沒有我覺得台灣的還是比較瘋狂 台灣 現在一天就要 剛才是中午過後 我剛才查一下 其實 應該是半天就到了 半天 中午啊 中午就6100億 快6100億 這很誇張 那真的也會1000億 好不好 細節夜撇天王告訴我們這個東西 好 那其中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美女有喜歡嗎 女巫 這是一個小男生嗎 不是美女嗎 因為我完全沒有注意到 你剛剛用美女 我想說 哥們啦 哥們啦 哎呀 對嘛 罵子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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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想問啊 台積電 我們現在把它當作標股來操作呢 還是視為指標就好 沒錯耶 你是不是要插他的話啦 這件事 我有在練的啊 沒關係你趕快講這個問題 問完了 他很討厭我剛才說深線標重疊 他就一直重疊 聽不懂 太急了 重講你再問一次問題 好我們現在呢 要把台積電當作標股操作呢 還是就 把它當作指標就好了 對啊 基本上台積電我會建議各位 是當成一個長線的投資標的 對 不是一個短線的標股 為什麼 我先簡單 其實我今天就跟 各位分享台積電直接看圖 看線型 是 來 因為現在台積電這波漲得又急又快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來不及做進場 如果可以的話幫我切十字線 好讓我先教各位買點 其實你從台積電這波新春開放盤開始 好多個跳動缺口 可是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短線要如果第一波你沒有跨進去 第二波回到什麼線是買點 很明顯就是十字線 台積電就在十字線是買點 我這輩子還是很少見到 對 佳生老師技術大師 台積電十字線是買點 一般 股本小的 機率是比較高 但是 像台積電這種 很極少見 極少見 所以代表他的指標性意義 確實具有極具參考效率 現在真的動很快 對 好 所以我現在 不要看到覺得說今天台積電跌2.3% 然後台股 上禮拜大家很開心 今天跌2.3% 開始有點比較傷心 我反而會建議如果手上 那個有 就是 為什麼我會特別跟他講 因為 其實我看上禮拜 小股東的最新人數就是 持股5張以下台積電人數是在減少 代表說很多小股東在這一段 我看一下 相關的這一段 下面看附 附圖 賞物那個 100張以下 10張以下的 他的比例是下降的 所以說這一塊是大家忍不住震盪被洗掉了 那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其實 這個一定是偏多操作 因為不管從各 各大外資的報告來看 那加上以今年整體 其實我之前就有跟各位分享過台積電 那時候應該在600多塊 其實我跟 各位分享以台積電今年的EPS預估大概是38到40 那38到40其實這個數字會超越最好的那一年是2022年 2022年的EPS39塊多 那如果超越去年那一年 以過去台積電的本益比平均是20倍來說 我當時就跟各位分享大家自己算一算台積電 可以到多少錢 現在已經到了 可是我現在跟各位分享因為 以個美股來說整個幾大AI指標股全部都在往上漲 所以 華爾街給他的 AI報告揮答 那個本益比是在拉高 所以本益比 同步評價在拉高的過程當中 台積電本益比如果大家市場給要到25倍 其實以今年EPS去估 你就大概知道那個數字是什麼 1000塊 好 那為什麼我說 你的想法 對那為什麼我說不適合說 那個短進短出 其實你 講一句很實在話 你現在這個價錢到1000 大概就是25到30%利潤 所以我反而建議台積電就是大家中長期持有 因為他很明確是一檔 AI的非常重要的指標股 你就長期持有 那短線上如果你現在假如切入 就是回到實際線做切入 因為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啊 你看600 600突破以後對不對 你休息一下對不對 他馬上 你看到 直接800塊 就是他會震盪整體是震盪 然後快跳起來 對所以我反而建議台積電有的就報警報了 想要切入就是回實際線做切入 蘇老師講到 今天大摩也出了一個報告 可是福利社我們那時候有領先跟大家講 你會發現到 這個 美國投資人華爾街已經把這些台積電視為真正的像回答一樣的AI股了 所以本益比也要提高 所以你看到 晚上的夜盤台積電 ADI漲得都比白天強很多 甚至比廢半指數還強很多 這是很特別的現象 老師也特別提出來 這我們福利社也特別提出來 所以要注意看我們節目 謝老師 獨家講法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我們上禮拜五有這個東西 你可以再講解一下 因為00939 00940的成分股 然後還有我們這有做 三檔都有 因為00919現在是成長最辣 最多的 動輒幾十萬張 那這個 這個橘色的地方 粉色的地方 就三個 就是類似像這個顏色 就是全部都有 連發科全部都有 黃色是兩檔都有 等於是919 919 93 940 三檔裡面兩檔 然後如果是 藍色就是一檔 如果藍色這樣 偏藍色紫色的話 就只有一檔而已 一檔一天不有 所以老師當然要怎麼樣 三檔都有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可以把它記起來 長龍 長龍還好拉不動 還有群光 群光蠻特別的 連發科 中美金 我這股票想買 中美金股本沒那麼大 中美金和長男哥拉起來 940 老師有1000億瞬間就要買了 對啊 其實我說實在這個是 其實這個數字目標600億 他是上一次預估 其實3月11號募舉就今天 一天就可能我看就超過600億 所以以目前 你說這個嘛 目標600億 我看已經有1000億了 是這個 是這個 那個是當時就是 他們反正 原大自己預估的 目前看起來 第一千就已經熱到不行了 目前看起來真的是 有1000億的水準 那其實 不管是00939 最新新聞他說賞戶 解定存要買這個 對 這個資金 其實到時候這些資金 都會進入 這一些成分股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台股怎麼會跌 你知道大家 買1000億的這些資金 還不知道要去買台股 其實我說實在 我個人認為 我認為3月份要在 網上修正 距補高 因為3月份太多 第一個 就是投信 1000億 投信 基底作帳 民基金 然後現在那麼多基金 準備要進場 所以有太多太多 然後加上其實 30月份又是 股東會前的 龍券回補高峰期 老師你剛才講到重點 AI ETF 老師剛才講到重點 AI ETF 又進來了 這是美國的資金 動輒一週是3000億 台灣1000 就可以來個 6700億 怎麼跌啊 這兩個週 就跌1000多億的資金 進來台股怎麼跌啊 怎麼跌 大家都習慣買ETF 怎麼跌 根本跌不下去 這張圖 真的是不容易跌 把圖結好 0940爆名牌 十大成分股 我們FREESER直接告訴你了 好不好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從這裡面 幫大家挑選股票出來 因為我畢竟想要吃他的豆腐 挑選以後 重點是怎麼買啊 對 要怎麼賣 很重要 對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吃939跟939 你怎麼不能像陳老師 這麼愛偷吃 我們政大官民吃啊 其實 有時候來賓坐在這也會 無緣無故中槍 因為我覺得你 所以上次那個裕凱坐在這我就 明白他的心情 不是因為主持人會心裡不平衡 你怎麼在那邊發胎啊 我這麼辛苦 對啊 要幹你一下 所以 你懂那時候為什麼 你知道我在當主持的時候 你沒事滑過來一下 滑過來一下 你知道我在台上的心情嗎 為什麼你那麼輕鬆 我那麼辛苦在上面 你才兩級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現在教各位怎麼去吃這個豆腐 好那主要有兩個 選股的標的 選股的邏輯 第一個就是要投資買草 因為畢竟這一些資金 主要是投信買 所以你投信的買賣超中間 你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一直教各位 回到時日線就代表整個技術面轉強 好做進場做佈局 好所以可以看一下 我們5483的中美金 它就是 站穩時日線之後 加上投信買草 它 也是成本股之一喔 接下來股票就往上拉一個位階 好 那現在我幫各位挑選出來 其實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這一檔股票 3231的偽創 其實它近期投信都在賣 那 今天其實很強 今天一根十字線 那核實轉強就觀察 投信買草 那它有沒有站回十字線 藍色這條是十字線 有 那投信件有沒有買 因為 排後最新的資料 有賣 今天買了快2000張 所以兩個條件符合了 而且營收也不錯喔 我們順便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 看另外一張字卡 看一下 那個 營收 月增連增 2月 對我們看一下 偽創其實2月營收 那是不是就像SMCI一樣 好戲在後頭 SMCI說下半年營收還是爆重啟 其實就像我剛 一開始跟各位分享 廣達跟偽創一樣 其實 因為去年因為出貨稍微有點不順 是因為輝達GPU缺貨 沒辦法 伺服器組裝相關組織稍微有點壓抑 壓在那個地方 可以從偽創跟廣達 尤其是偽創更好 2月份的營收 810.9億 月增20.5% 年增30.6% 創下近9個月來的新高 那 公司甚至看好今年AI伺服器會有望有三位數的成長 那你從去年他字節EPS4.08塊 毛利率已經沖上7.90%為歷年最佳 給各位一個觀念 AI相關的產品公司暫停比例如果越高 因為單價通常單價比較高 然後加上 第一個單價高所以毛利率就有望拉高 所以毛利率有望拉高的話就會帶用整體公司營運的狀況來好轉 尾創廣達都有類似這樣的現象 所以尾創去年毛利率已經沖上7.90%為歷年最佳 今年估賺7塊成長約70% 所以他的基本面是非常非常紮實 加上就是我重點剛才說的 回到實質線 所以反而投信店又買 這張股票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除了微串以外 那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聯發科其實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去年5G的旗艦晶片公佈 貼179300 主打就是生成是AI功能 那公司來看好整個AI手機滲透率將直線上升 那整個二月份營收384.82億元 月減13.5% 年增26.9% 其實雖然說是月減的 沒錯 可是你可以看到整年的下來 月減我覺得是符合市場預期 因為聯發科之前就講過 相關的手機的復甦會在下半年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去年EPS48.5億元 今年預估是52塊 2025年是有機會挑戰65 其實他今年的成長幅度還是向上 那重點是加上聯發科 因為三檔都有入選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籌碼面 這個地方是不是投信開始買之後 然後加上技術面的轉強 之後股價就上去一波 所以反而聯發科這個時間點我建議大家 如果要切入聯發科他一樣是中長線看好的股票 就是等回到十日線大家就可以適合做進場 那現在就是聯發科我們先看 要進場的標記就是先以 3231個尾創大家可以率先留意的標記 OK 投資朋友做參考 好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245是聯發科 貴派氣功順他走 馬上轉走 他好像跟你不想要就任何交集 對啊 單哥們也不要 哥們也不要 算了 確定嗎 我確定他對男生沒有興趣啦 這樣我就知道了 確定 他對你也沒興趣 不論你是男男女的啦 好不好 感覺悲哀 悲哀 謝謝你幫我替我更冤枉 你可以直接說你願意當好朋友啊 好不好 對嘛 沒關係啦 這個你慢慢想啦 重點是 你一定要加老師的Line 要私底下問一下老師 是的 這個股票怎麼樣 小小組 RICH948 或者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大週晚間8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44教學影片 而且 最愛試掛 謝光琳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是歌神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大家2月一周 創刀虎 閃閃 開始想打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願意會好 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機率 我確實冒一種 OK 看空 春夏球 都有我跟 在你落油 賣酒盆 哇 賣酒盆 不走一隻錢 要靠一隻情 很快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要打動 對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該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二十一刀虛片 過來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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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